为期五周的2021年香港籍大学生暑期安徽实习项目正在合肥举行 参加实习的近20名香港内地学生来自全国17所高校 他们分别在安徽合肥多个优秀企业学习工作 麦又安就读于中山大学智能工程专业 在得知这个实习项目后 他选择了与自己专业契合度很高的科大训飞 主要是做产品技术服务方面的工作 开学生大四的他非常珍惜这次实习机会 麦又安认为内地的环境很适合做科技创新 也为他以后留在内地继续工作做了一个铺垫 麦又安表示实习期间他发现安徽这边 无论是同学还是同事都很关注香港 他觉得香港青年也应该更多的关注内地 做到彼此了解 其实我发现安徽这边的不论是同学还是同事 他们其实很关注香港 我觉得香港人也应该香港的同学应该更多的关注内地 真的做到去说之前我们拉的海报 完港一家亲 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香港学生周子瑶 也在科大训飞实习 他的职场初体验很新鲜 这是他第一次来安徽 能到一个全新的地方体验他的人文风貌 同时在企业里感受到年轻人的活力 对他就业求职非常有帮助 然后我在里面的话可以认识到很多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 然后他们可能就比我大几岁 然后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就是包括一个 包括从大学毕业之后到企业的一些新人 有什么需要做的 我觉得对于我以后的就业求职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其次我也通过在训飞的一些工作 也认识到了行业里面的更多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就是我以前觉得能够颠覆一些我对这个行业的认识吧 在忠实化安徽分公司 两位香港籍大学生陈灵儿和岳普氏 分别被安排在人力资源部和市场营销部 他们都参加了新人培训班 通过与工作人员交流 感受到了他们对基层工作的坚持和执着 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陈灵儿坦言 毕业后他考虑去粤港澳大湾区 因为现在内地发展速度很快 来内地发展是一个很好的考虑方向 我们行程中还有一些安排 一些安徽本地的学生 是跟我们一起进行交流的 所以就我们之间这样一个 是由来自两个不同地方的同学在一起 就其实还能更加的互相了解 也可能拉近港澳之间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